沿着步道和台阶 你可以漫步在花瓣形的荷花池间 赏莲叶甜甜 9月22日 中新社记者在南京李鸿章祠堂 荷花池遗址看到 这里已经修缮俊工 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下 再现了当年的荷花池圣景 李鸿章祠堂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四条巷77号 始建于清代 199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 李鸿章祠堂保护与展示项目正式启动 相关部门结合项目的实施 开展了相关考古工作 在考古勘探中 发现荷花池遗址一处 这块地清出来之后就开始挖 挖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 五开间的一个房子 和这么一个形状比较特别的 一个类似于一个 池塘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看到池壁下面支撑这个台积的一些木桩子 我个人判呢 虽然它建的比较晚 但是在李鸿章的其他的祠堂里面 也都会大概有一个池子 重点核化 据沈阳介绍 在考古发现荷花池遗址时 这座荷花池是被填埋的状态 由砖砌池壁 木桩 池底和建筑机址的土体构成 池壁无明显外凸 砖块有少量脱落 可以看见下部的木桩顶端露出 池底以及建筑机址的土层 无明显坍塌 因为是一个再设计的一个钢盆 就提供了人们一种新的空间体验 当这个池子里面都蓄满水之后 它可以在微环境上保持一定的温度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对这个微气候的一个调整 也有帮助 对遗址也是一种保护的一个方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 贴着遗址的砖池壁 池中放置着和荷花池 形状完全相同的巨型钢盆 荷花正是种植在钢盆里的 游客还可以走进荷花池间 近距离赏河 观看百年前的池壁和木桩 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我们保留的是晚清时期的 到民国时候的建筑 是我们现在有研究的价值 还有展示的价值 对我们青少年 也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 张国祥告诉记者 荷花池遗址的活化利用 复原了晚清到民国时期的 园林艺术 据了解 该处和荷花池遗址 将在李鸿章祠堂修缮完成后 对公众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绢 praised자�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